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大家喜欢用电脑或者是用手机iPad都可以观看我们每天晚上八点的这个网课 那么周三晚上的话是直播 然后呢周四晚上的话也是网课 周一的晚上是VIP的一个课程 那么在九月中旬之后 我们对于周四晚上的网课呢进行了一些改版 就变成了以技术分析和交易或者石盘交易为主导的 那么周二呢还是以基本面或者是股票类的为主 那么今天的话就是还是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最近呢我们很多做外汇的朋友 那么感受到了非美的一个强势啊 非美货币多尔包括我们的澳元 那么在购买力上已经是对人民币啊突破了五 所以说呢很多华人呢最近感觉啊 是不是又可以换一点人民币回国了 那么欧元的已经是涨到了啊 之前大概是半年多的一个高点啊 我们在这里有图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那么英镑呢也是一路在冲高啊 啊所以说呢从中长期看的话 从二月份到三月份啊 疫情刚刚开始暴跌之后 美安那个时候呢受到了资金的一个非常激烈的追捧 在三月十五号之后啊 美联储连续三到四次的一个救市活动啊 我们会发现呢美元贬值速非常快 一直到现在呢英镑走势呢 是从一点一三涨到了一点三啊 一点三四的位置涨了差不多两千多点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多尔来讲 其实振幅已经非常大了 那么同样受益于美元贬值呢 那么黄金价格呢也是从这个三月十二号啊 三月十四号左右开始一路上涨 那么当时的价格最低呢是在一千五百美金 没有跌破 那么后来呢啊就涨到了现在的一个一千九百八十多美金 中场线呢依旧是看涨态势不变 这个线呢也是走得非常的稳妥 所以说呢没有出现任何过于啊 更改基本面的一些消息啊 更改黄金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呢在黄金交易上 如果是大家选择做空的话 那么订单的数量要稍微少一点 那么也要设置止损 而做多的朋友呢就新啊 可以稍微心安理得一些 因为大的行情我们只需要上车 坐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市场资金会推动着价格的一个自己的啊 自行上涨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最近 其实很多朋友对澳元啊 美元以及黄金的一个大概的啊 简单介绍 我们还是回到了这个啊 网课的一个基本内容 所有人呢有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question啊 或者是问题里面手机打出来 这样的话可以帮大家及时的解答所有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还是 从这个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开始讲起 我这个屏幕不知道怎么又切换到这里啊 回来了 那么老生常谈啊 第一点先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个风险啊 所以说呃 我们给大家的一般性建议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 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于各自 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自己对市场的一个见解 对风险的一个见解 所以呢我们根据情况 有的人配置股票比较多 有的人呢啊 喜欢美国股票 有的人喜欢澳洲股票 没有好坏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啊 所以说呢在市场面前我们都是一个持续学习的态度 那么资金安全也没有问题啊 这个都不过多讲了 在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简单的从这个最近非常火热的一部电影啊 800 我不知道大家在澳洲的人呢 有没有啊 能够去看啊 有机会去看到高清版的付费版的啊 可能由于澳洲目前受制于疫情stage4啊 大家都被关在家里了 也出不去电影院也不开门 原计划呢 大概是8月底就会在澳洲和新西兰上映 那么现在呢 也无限期的推迟了啊 所以说呢 大家有的会通过啊 网络平台来观看 这部电影为什么要提一下呢 因为最近呢 评价非常多 我们啊 就是从这个金融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战争啊 以及从电影本身来谈一下现在资本市场对于电影行业的一个看法 我们也知道澳洲呢 有一些上市公司啊 包括WinCity啊 就是做这个像Chesson啊 还有这个Glenn Hunt Glenn Waverley的这个电影院 那么就是他旗下的 所以呢 对于电影市场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深入挖掘了解一下 那么在800这部电影呢 啊 他是在这个四行仓库啊 上上演的这样的一个局部战争 那么这800个人呢 其实啊 没有800个人 只有400多个人 那么在国民党军啊 撤出上海最后的时刻呢 他们是进行了四天的一个时期的一个啊 坚守 那么抵挡了日军的一个进攻 并且呢 啊 在这个苏州河对岸啊 据说就是这个租界啊 在租界里面呢 大家喝着咖啡 看着报纸 吃着面包 然后看着河对岸的这个国军啊 在打仗 在抵抗 那么非常惨烈 所以说呢 隔着一条河基本上演溢出了两个世界 那么这种场面的一个震撼程度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就要想一下 为什么当时呢 日本是有进行一个侵华的实力 我们不否认啊 日本在进行了啊 这个改革和革命啊 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啊 明治维新之后啊 经济和军事力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但是呢 中国那个时候啊 同样也是在于一个比较强势的啊 那么进入清末的一个时代 其实没有特别的 那么快速的彰显出了衰败 并且呢 在日本后期啊 从这个加武战争一直到这个1937年 那么中间其实打了接近啊 大大小小已经是100多年 包括在明朝的时候 就已经是出现了这种倭寇 那么其实在这100多年到200年的时间里面 中国和日本啊 作为两个国家啊 摩擦其实就很多 而在真正能够决定日本侵华呢 其实背后啊 是有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的 我们知道一战和二战的在欧洲战场也好 亚洲战场也好 背后呢 都是有一个大金主 那么这个金主呢 就是美国 美国人当时寄给欧洲的德国啊 放贷款 那么也给啊 亚洲的日本放贷款 也就是说他拿资金啊 支持了我们说德国和日本啊 这样的一个轴心国集团 那么最后呢 日本也是打到了美国啊 珍珠党投袭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的就是 如果是打仗啊 就是打资金 打的就是经济 那么其实呢 作为最后的一个贷款方 最后的兜底人 那么美国呢 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并且呢 日本我们知道很小 对不对 就是导国 那么他本身是不产石油的 当时中国也不产石油 所以说呢 没有这些设备啊 也没有这个石油的概念 那么大家石油基本都是进口的 所以呢 在对于重装啊 我们知道当时日本啊 中国打得非常猛烈 主要是因为装备上啊 这个坦克和轻视装备上 中国是远远落后于日本的 那么这些石油设备 要支持日本的装甲不对啊 那么这些石油也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进口的支持啊 所以说呢 呃 这就是战争背后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经济的一个本质 或者金融上啊 美国通过啊 战争 而发这个战争财 其实自古就有啊 从美国建国一直到现在 他就是通过控制石油和美元输出 以及呢 发起局部战争 来获取这个国际上的一个地位 或者是垄断的一个力量感 所以说呢 在军事输出上面 美国呢 其实已经是啊 习惯的用了差不多啊 将近两三百年了 所以用的非常熟练 那么对于最近啊 美国向中国沿海的一个啊 优二侦察机的一个侦察啊 那么也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优二侦察机是什么事情的啊 他是可以上升到应该是七万英尺的一个高空 而中国或者说是目前啊 中国暴露出来一个军事实力呢 他是没有太明确的给出啊 能否是把这么高的一个 一个飞行高度的一个侦察机啊 给直接打下来的啊 所以说呢 对于中国方面来讲呢 国防部呢 就是出面了非常强硬的去表态抵制 所以呢 这又牵扯到了我们澳洲啊 所以说澳洲呢 最后又是出头鸟 那么现在的红酒 现在的粮食 现在的矿呢 都是逐渐的被中国政府给质押了啊 制裁 这也没有办法 因为呢 表面上我们看到了是这个国际上 国力的一个对抗啊 其实背后呢 对中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在军事上 目前依旧是远远落后于美国 那么当时呢 这个800的电影反映的一个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国民党军啊 国军大概呢 是40万人啊 或者是有有史书说是60万人 最后呢 是全国增兵到上海 来抵抗日军的进攻 那么最终呢 日本啊只有20多万人啊 死伤是4万人啊 20万人死伤4万人 而中国方面呢 是死伤30多万人 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惨烈的状况下 所以说呢 现在如果是美国进行在东南沿海啊 中国的领域附近进行一个军事上的试探 或者是压制的话 那么中国政府目前以现有的军事实力 其实是比较被动的 并且呢 这种压力呢 不仅来自于军事上的 也来自于国际地位上的 现在欧洲的盟友已经被美国重新拉回去了 不管我们怎么 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怎么去报道 这个美国的行为不公正 但是呢 现在的社会啊 没有办法 大家就是看钱 政府也是看钱的 澳洲政府也看钱 对吧 大家都看钱 也看政治立场啊 战队要站得好 所以说目前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政府呢 现在是急需把对外出口 转成为对内的一个内需的提升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时间里面 中国就看啊 行业看板块的话 就是股票啊 大家如果有炒股的话 中国呢 看什么呢 看的就是医药和医疗行业 第二个呢 就是看这个消费啊 因为如果是转内需的话 消费行业啊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 未来会有一个较高的需求爆发点 那么在疫情期间呢 由于受到国际贸易的一个下降啊 影响中国对于中国自产的一线 二线三线品牌的崛起 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推力 也就是说 在这半年 我们看到了很多上市公司 中国的一些服装类的 或者是一些饮料类的 那么在这半年的股价表现都非常好 那么如果大家小时候啊 或者是过去在中国曾经待过 应该知道最近呢 这个农夫山泉要在香港上市了 农夫山泉上市呢 可能会圈走几千亿的这个港币啊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资本运作背后呢 也是得到了国家的一个推手啊 推动就是说 希望未来呢 把国内的这些消费和内需的一些行业呢 在往国际市场上去推一把啊 让他们能够走出国门 以这种真正的内需产品啊 来够激活后面几年的中国的一个消费市场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慢慢从这个电影啊 演示到了中国目前的一个处境啊 以及他们所做的政府所做的一些改进啊 那么最终的结果 我们还是要看十月份美国的选举 那么现在美国的选举呢 已经是每天都在报道嘛 特朗普到底是占百分之多少的一个票数啊 拜登又是占多少的票数 一会儿会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其实从中国的历史 我们啊很多女性朋友啊 女性客户不太喜欢读历史 但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个呢是在历史上啊 其实很多政治啊 军事和经济 它相关性非常强 和金融也是相关性很强的 我们能从历史的这个纠葛之中 看出来两国之间的关系 到底会不会一直那么好 如果不好的话呢 它的拐拐点到底是什么 而中国呢 其实在167几年啊 1669年 大概那个时候呢 是康熙 我们知道中国 曾经这个康熙还是非常厉害的 那个达到了一个鼎 鼎盛时期嘛 那么1669年 那么这个时候呢 英国是发生了16400 发生了资产阶级的革命 其实学历史好的朋友呢 可能会记得啊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就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那个时候织布机已经产生了 但是呢 被压下来了啊 因为明末呢 贪腐比较严重 再加上受到了清 这个北方的一个 永牧民族的一个侵扰 后来成立了清朝 所以说呢 就把这个给打压下去了 那么导致了未来啊 这个200年啊 清朝一直是持续的落后于西方世界啊 一直是到188几年啊 被打开了国门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逼迫着我们不管在任何时代呢 都要有一个国际事业 尤其是在现在 我们投资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强调美国在这几年啊 尤其是今年的股票市场上表现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一定要啊 既然已经出来了 从中国大陆出来了 我们现在呢 就要放放眼全世界作为啊 以全球这样的一个格局去选择自己的投资标的 那么如果大家上半年三月份开始在美国市场投资任何一只美国类的科技股票啊 那么和在澳洲投资啊 如果同样是10万块钱 在美国投10个股票 那么10万块在澳洲投10个啊 澳洲呢 我们肯定有银行股 有矿业 对吧 有科技的 有医疗的 那么分完之后呢 美国也是同样的 那么对比下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美国的回报呢 可能是在120%到150%就翻了一倍多啊 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么澳洲呢 只涨了30%到40% 所以说呢 我们作为投资者 作为一个相对理性的投资者呢 我们要享受的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力的提升啊 那么如果是当时呢 大家投资 我们就投到英国 或者就投到美国 那么其实呢 会享受这个国家 在未来几十年市场中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红利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澳洲做股票投资没问题 可以 但是呢 我们享受不到澳洲高速发展的一个红利 因为它不可能高速发展 大家想一下2000万人的澳洲政府 怎么让澳洲经济高速发展呢 不太可能 也不太现实 那么人口基数将是澳洲的一个非常大的制约 相比于中国和西方世界啊 那么其实东方和西方啊 我们给他更大一点 不谈政治的考虑的话 那么有一本书啊 就是这位先生写的 那么他的书名呢 叫做西方将主宰多久 他是研究历史学和人类学的 那么在西方呢 我们前段时间看到了这个美国反垄断法出台之后啊 就一直针对Facebook或者是像一些其他的IBM等科技巨头啊 实行一定的质押和制裁 不让他们一家做大 像IBM和谷歌啊 大家知道现在上在海外啊必须要有谷歌 对吧 谷歌地图啊 还有谷歌的搜索引擎 大家都习惯了 那么谷歌在排名的时候啊 我们比方说搜这个股票交易 或者搜外汇交易黄金交易 排在第一的 如果是GoMarket 那我们肯定是GoMarket给了很多的钱给到谷歌 对吧 我们给钱了做广告 所以呢搜索引擎排名才在最首位 那么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西方的啊政府呢 就对谷歌进行一定的设定啊 要严格的啊 不允许他一家独大 所以相应的在扶持 为什么病啊 微软的病 BING的那家搜索引擎 做的那么烂 但一直还存在呢 就是必须要存在啊 因为要有一个竞争啊 竞争才是最好的 而中国相反呢 我一直在说中国的企业呢 很多国企啊 他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同头部垄断地位 而中国人呢 也喜欢把这个自己做到老大的位置啊 做到老大之后呢 就可以安高枕无忧了 对不对 那么清朝呢 或者明朝任何一个朝代都是这样 一旦和平了 那么大家就高枕无忧了啊 歌舞升平 对于西方世界来讲 我们看到了古希腊也好 欧洲的那些英国 法国 德国也好 他们自古呢 就是联邦摩擦不断啊 大家走几步就走到别的国家 就要开战了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竞争和竞争意识 导致了西方在长期的啊 一个社会形态中 他们养成了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习惯 并且呢 持续不断的在进步 而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 是安于现状 对吧 自给自足 这是两个文化 在长期发展上的一个差异 那么前段时间美国特朗普也说了 这个他要退出WHO啊 说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说给的钱太多了 其实并不是的啊 所以说我们要 结合客观的数据 那么媒体上啊 报道呢 有真有假 有好有坏 因为他是有倾向型的 背后呢 也是有资金支持的 所以我们要自己呢 相应去找一些数据 特朗普讲的呢 是美国啊 是其实是投了一个多亿啊 美金当然是全世界投的最多 但是呢 中国投的也不少啊 投的是美国的一半啊 所以说在国际话语前地位上来讲 中国和美国一样重要 那么大家呢 都是按照自己的一个实力和能力啊 进行对全世界的一个啊 违和啊 或者是卫生 医疗等 进行一个支持和援助 而澳洲和新西兰呢 就比较小了啊 大家看到只有是11个迷恋 新西兰只有一个迷恋 而这个图呢 啊 是全世界在2020年目前为止啊 就是6月份 7月份的时间 啊 这个亿万富翁啊 10亿美金的一个群体的人数 我们看到美国呢 依旧是一家独大啊 大概是有614位 10亿美金级别的一个富翁 那么中国呢 是有388 啊 388位 所以说相比体量来讲的话 美国大约是中国的啊 接近 人数上啊 不到两倍 但是资资金体量上啊 是2.9T比1T啊 大概是接近三倍的一个资金体量 所以说美国呢 在过去啊 积累了这个财富力量 还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要看这个数据呢 其实主导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呢 除了政府 除了军事力量 还有企业家的力量 那么一个国家 如果是企业有核心优势的话 那么其实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是非常重大的 就是为什么马云现在被逼着啊 或者他自己虽然愿意 我们也不知道 也可能是被逼的 不停的向海外走啊 就是说走出国门 跟各国的政府去政要打交道 就把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包括微信在澳洲收购了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还有TikTok在美国 抖音啊 对吧 去了美国 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举作呢 背后啊 其实是有一定的国家战略意图在的 你只有通过文化啊 之前有孔子庙啊 孔子学院 那么现在呢 澳洲政府是被禁掉了 对吧 孔子学院通过文化和通过电影 进行一个文化输出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呢 电影也很重要 我们小时候受到了这个香港和美国电影的一个熏陶 那么对西方文化就比较感兴趣 他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么从企业层面呢 企业也是要进行一个企业文化的输出和企业产品的输出 所以说呢 美国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输出呢 就非常抵制啊 认为抖音背后呢 他其实是涵盖了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成分在的啊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中国目前虽然在人数上逐步的上来了 但是在总的体量和核心技术上是对美国还是没有优势的啊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包括中国的热很热情的一些青年啊 说大不了就打仗嘛 但其实呢 打仗如果是打败了 那就非常惨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个目前的实力还是非常悬殊的 那么最近还有个消息呢 是中国不是芯片啊 芯片产能被美国限制了吗 啊 那中国要自己建芯片 出了一个丑闻 这个丑闻呢 是中国的一个人啊 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呢 从台积电啊 台湾的一些公司挖了很多人 然后呢 去再跟中国政府做了一个项目 骗了中国政府11亿人民币 结果呢 这个项目烂尾了 就是说我可以做芯片出来 那么这11亿到底去哪了 现在也不知道啊 所以说在中国呢 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很明显就是监管不力 那么执政者的话 他更希望是尽快把上级安排的任务做好 那么获得更多的一个政治红利 对于经商者来讲的话 他是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取最大的一个收益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他本身呢 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矛盾 而从政者呢 他的监管呢 并不太懂啊 很多行业 中国的政府部门呢 对一个行业或者商业 管商业的啊 管金融的 他对本身不是这个行业的 只是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啊 那么这样就显得 管理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混乱 那么导致了在商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呢 会出现一些滞后的啊 一些负面因素 那么这个就是从啊 军事现在是滞后了 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是落后的 那么在金融水平也是落后的 在实际的科研水平也是落后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啊 中国依旧是扮演了之前的一个角色啊 就是说啊 先任啊 那么我不管你 你马上要大选 特朗普马上要大选了 所以说呢 在度过美国大选之后 我们再看根据情况来看 那么中国目前呢 那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还是政治上要保稳定 那么政治保稳定 除了对美的一个态度上要统一啊 不能我外交部啊 是支持 我是什么样态度 那么国防部 就是一个什么态度 大家要保持政治的统一性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中国目前内部面临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人口增速是大幅减缓啊 包括我们说是独生子女的一代 那么上面是承接了两边的一个长辈 那么长辈上面还有长辈 所以说呢 其实是六口啊 六部分的这个群体 那么0.33%的一个人口增速呢 基本上是停滞不前了 然后老龄化人口又比较严重啊 现在呢 是14% 再过5到10年呢 这个老龄化的人口将达到25% 就是65岁的以上的人群呢 在中国大陆将超过25%的比例 在未来的3到5年啊 或者5到6年的时间里面 所以说速度还是增长很快的 那么中国在目前的一个状态下啊 希望之前有口号啊 叫藏富于民 而中国一直之前是拒绝藏富于民的 因为他认为呢 要国家把资金统一聚集起来 才有更大的实力 而现在呢 中国中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啊 我们也看到了 为了避免中国重新回到中产阶级陷阱中去 那么现在呢 必须要藏富于民 鼓励中产阶级致富 而中产之前的资金的更多的是被套在了房市里面 没有更多的资金去消费 因此呢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说现在呢 国家方面呢 出于政治和维稳 以及长期的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啊 那么未来必然会拉动白马股的一个价格上升 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非常明确的给大家推荐了一个中国的白马股 叫做片仔黄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上网查一下 当时的价格是不到100块 当时就跟大家讲了这个股票是必然会到200块的 现在已经是250多了 涨了2.5倍 接近三倍啊 如果是大概是80块钱进去的话 现在已经是三倍了 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会这样啊 就是因为国家背后呢 是绝对支持这一类的股票 那么在中国呢 炒股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炒 对于机构炒股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消息 就是国家对于这个行业是怎么看的 国家对于这个行业里面起个龙头股票是怎么看的 如果国家支持这些龙头企业 走出国门啊 走走墙走大 那么中国的医药企业只有几百亿 那么想要让他们跟美国抗衡 必须要做到几千亿的一个市值和规模 那么在股价上就要大幅上涨啊 五倍三倍啊 或者是几倍的一个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啊 中国政府不好出面直接跟美国抗衡 但是中国的企业可以先出去 这就是呢 作为一个国家战略 所以说随着中国企业在国内饱和了 那么他们可以走出国门 我们也之前也讲到了 为什么A2奶粉 澳洲的A2奶粉和澳洲的A2奶粉 股价可以涨啊 虽然A2长得有点高 但是呢 呃 A2像还有这个红酒类的 那么它上涨 我们是预期之内的 因为公司和股票可以走出国门啊 从两千万的市场走出去 中国的企业呢 也是可以从14亿人口走出去 走到一个更大的市场 走到一个20亿30亿的市场 走到欧洲和美国 而中国的市场呢 有着天然的壁垒啊 因为是政策式 所以说呢 把美国公司赶走很容易 那么中美国赶走中国公司 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啊 看到的是同样的这个强制收购抖音啊 但是呢 从国家的一个长期策略上来讲 特朗普在任的日子还有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 在如果是特朗普连任了之后 政策会不会改变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它的变数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只能是参考中国的决策 而中国的决策对于计划来讲 一般会有五年计划 十年计划嘛 所以说呢 未来的五年计划呢 鼓励中国的白马股走出国门 做大做强啊 这个基本的战略是不会变的 因此呢 我们依旧是推荐啊 没有股票账户的朋友呢 买China50指数 如果是有的话 大家选一个医药啊 医疗行业的 再选呢 一些这个头部的消费类的行业啊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中国的啊 目前的一个市场的看法 依旧是看好中国股市的 那么 市出有因啊 一切的价格波动 都是必然是有规律的啊 这个呢 再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从2020年 今年的1月份开始呢 在1月11号 中国武汉出现了首例的 这个肺炎死亡案例 而之后呢 在2月初的时候呢 2月中旬呢 在海外出现了感染案 这个案例啊 当时呢 海外媒体开始报道这个事情 并且呢 去说这个中国政府在瞒报 对吧 那么那个时候出现了一段恐慌式的暴跌啊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以后啊 如果是出现了类似的一个疫情的前兆 或者出现了一些啊 像之前澳洲大火导致澳元暴跌 那么这些天灾也好 人祸也好 我们对于投资 以者来讲 一定要及时反反应过来 我们到底是空仓 我们还是做空 我们还是说啊 可以长期持有 对于今年的话 我相信大家呢 都会被美国的股市所震惊到啊 这个走势呢 就是美国的股票市场 纳斯阿克 虽然我一直认为 纳斯阿克可以创出历史新高 可以到1万点 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而在1万点又涨到了1万2000多点 又涨了20%多 从今年基本上翻倍了 很多人觉得一年赚10%就很满足了 那么今年一年把10年的利润都赚到了 所以未来10年就不用工作了 那么这个走势呢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线呢 就叫戴若固比均线 我们在很早就跟大家讲过了 做股票投资的话 戴若固比先生还是很有威望的 那么他研究出来的这个戴若固比均线啊 倒数线入场法则非常有效 那么在3月24号的时候 根据戴若固比的倒数线法则 我们看到最下边的这个 就是一根大阳线上去了 然后呢 又一根大阳线 两个连续两根 或者三根大阳线之后呢 股价啊 没有在创新低 反而呢 开始上涨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右侧进场啊 一个微型反转的右侧进场 我们很多朋友进场都在左侧 就是下跌的过程中去抄底 那么实际上 如果是做长线中长线投资者的话 应该是在右线入场啊 右边入场 然后呢 如果是短期均线 一直拉着长期和中期均线 像红色的线是在最上面的 蓝色的线是在底下作为支撑 黑色的线呢 是粘线 对吧 那么多头排列一路上涨 做趋势交易的话 投资者在 今年呢 获利是非常可观的啊 基本上是几倍的一个回报 甚至几十倍都有 那么从技术宏观和央行啊 这三个要素来考虑 我们说作为股票也好 黄金也好 外汇也好 首先要考虑宏观基本面 有没有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 美国股市宏观基本面发生变化的变数呢 就是美国大选 那么现在还没有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月呢 如果大家想要做空的话 还是要谨慎 因为宏观没有发生变化 技术上 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啊 多头排列非常强势啊 一路上涨 看不到回调的迹象 那么技术上也不支持做空 那么央行呢 刚刚央行呢 也是啊 非常明确的 刚刚上周啊 台湾会 说允许CPI突破2%的一个天花板 那么未来通货膨胀在美国呢 是可能发生的 因此呢 美元都有可能发生在国内的通货膨胀 因为它是全世界的货币 按照过去来讲 如果美国内部要出现通货膨胀了 那么美国政府可以做两件事情 一个事情呢 是把美元对外输出啊 进行美元的一个汇率上的一个调控 第二点呢 就是可以通过修改CPI的一些一篮子指数啊 今年比方说房价啊 可以作为CPI的权重是20% 明年降到10%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但是他现在连这样的一个举策都不做了啊 所以说从央行的角度来讲 他也是认可了股市上涨 总继三点来讲的话 除非是在9月底10月初 美国的选举出现了一定的啊 新的变化 那么目前我不太认为做空 有较大的一个获利空间 反而做空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那么对于追涨的朋友呢 依旧可以通过指数短线追涨啊 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讲的话 在10月初 也就是一个月之后 开始考虑逐渐退出市场 那么回归到澳洲这样的一个市场 这个图呢 是澳元对新西兰纽币啊 这个澳纽啊 之前给大家多次讲过了 今年也实现了一个完胜啊 过去呢 我们也只讲过了 今年新西兰大选 在往年的大选时间里面呢 基本上澳元对纽币呢 会回到1.09以上的位置 而从今年最低点啊 大概是1的一个位置呢 上升到了1.09啊 这个是900点 如果不用杠杆的话 大概是9%的回报 我们很多人呢 很多朋友用澳元对新兰的纽币 做交易呢 一般会用5倍10倍 甚至20倍的一个杠杆水平来做啊 那么最多回报的可能性呢 就是达到了180% 如果是啊 做区间交易 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到这个线啊 在交易走势上的这个线 作为中长期 依旧是比较适用的 啊 这里 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场点 这个呢 是7月14号 而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澳纽这个产品呢 它有消息的时候啊 它会连续出现上涨 没有消息呢 就是区间的整理 横盘 对吧 这一直都是横盘 然后呢 在8月初又出现了一波上涨 啊 那个时候呢 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新西兰lockdown的啊 新西兰又也是出现了一个感染 并且呢 新西兰央行呢 可能实行负利率 我们知道负利率的话 一般是本国货币贬值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从8月份的这一波上涨呢 基本上就是新西兰央行导致的一个上涨 也符合我们刚刚说的宏观啊 宏观就是疫情 新西兰也出现了疫情 之前一直都好好的 那么央行方面啊 出现负利率的可能性啊 所以说这是这一波 然后呢 4月份这一波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啊 是澳洲第一次疫情控制的非常好 所以说正常的时候呢 没有消息啊 震荡整理啊 中间这一块 整理了差不多是五六七啊 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之后呢 又是出消息 央行啊 上涨 所以说呢 澳元对新兰纽币这个产品呢 是非常容易做交易的啊 大家只要是能看得懂中文 基本上呢 都是能够获利的 并且呢 风险是在所有产品里面是最低的 啊 这是 这个产品 那么现在我看一下啊 呃 有人说没有声音啊 应该是已经有声音了 我看只有一个人在问 然后这个呢 是澳元对美元 那么如果是大家做这个长线交易的话 会发现现在所有的非美价格都是在大幅上涨 那么澳元对美元呢 那这个是目前所有非美货币队里面啊啊 比较弱的 跟这个欧元和英镑比 它是相对比较弱的 因为涨势到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零点七四啊 这样的一个价格呢 基本上啊 澳元的一个动力 基本上就逐渐开始衰竭了 我们也知道从经济层面上来看的话 目前澳洲的经济实力是要比美国差的很多的啊 但是经过了这几个月的一个大幅上涨 我们认为呢 它其实已经消化了大部分的一个美元下跌的一个态势 所以说呢 如果目前出现了一个做空的机会啊 大家可以去适当的试一下 那么止损和止盈非常容易设 止盈的话就是今天的一个高点 那么止损的话就是今天一个高点 止盈的话就是底下这条黑色的线啊 大概是在零点 零点七二九附近 为什么可以做呢 虽然从概率上来讲的话 概率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啊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依旧是多头排列 对不对 我们看到他今天虽然是跌到了这个红色均线以下 但是蓝色均线这五条线还是非常强的支撑 他可能会踩到任何一根蓝色的线就上去了 我们看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啊 中间这个位置对吧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震荡 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做空 只不过呢 他中间啊 踩在了这蓝色线最后一根就上去了 所以说呢 如果这个时候做空 我们依旧是止损离场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只不过呢 这个时候啊 蓝色的支撑没有那么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认为这个叫什么 就叫盈亏比 做短线交易要考虑两点 第一个点呢 是概率 我写在最上面 第一点是概率 那么现在呢 是上涨的概率更大一些 但我们为什么能做它呢 是因为我们盈亏比非常好 第一个呢 就是0.741 或者0.742 作为阻力的话 我们知道它大概是40点 那么盈利的话 大概是在0.728 大概是100个点 也说盈亏比的话 就说我亏40块 我会赚100块 那么这样的话 我需要的胜率是多少呢 我们需要的胜率呢 大概呢 就只是30% 30%就可以了 30% 所以说呢 我们不需要太高的胜率 那么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两者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 所以呢 目前啊 短期看的话 多头呢 呈现了一点颓势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 适当的做空 当然了 止损也要设好 这个产品呢 是家园对位置法郎 这个产品也非常的好 好的原因呢 是跟奥纽是比较类似的 长期时间里面 都是在区间内震荡的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买涨还是做空 大家都是有机会赚钱出厂的 那么之前下跌的这段时间呢 我们知道 家园 家园是什么 是石油 对不对 加拿大生产石油 然后呢 瑞士法郎是什么 瑞士法郎是黄金 是避险 所以呢 当经济社会开始复苏的时候 石油是不是需求变大 黄金是不是需求变少 所以说呢 家园对瑞士法郎就开始上涨 所以我们看到了右下角啊 这一排线 基本上是家园对瑞士法郎 开始了一个稳定啊 较为稳定的上涨通道 这是第一啊 就是基本面是目前是向好的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 基本面是OK的 那么技术上来讲的话 已经初步的形成了一个小幅的上升通道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认为上涨的概率 刚刚刚那个我们上涨 就是概率上是弱势 这个概率上是大于50%的 那么盈亏比呢 是怎么设置呢 我们就设置成1比1啊 因为我们认为上涨的概率 大于50%的情况下 我们的赚一块钱 可以亏一块钱 对吧啊 那我假设我这个是51%上涨的概率啊 那我就是0.51 最后比上0.49 我们最后大概率还是赚钱的 或者长期以往啊 长此以往我们是能够战胜市场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运用的一些简单的数学逻辑来进行啊 进场还是不进场 啊 这个呢 就是刚刚提到了特朗普的一个支持率啊 目前一直是落后于拜登的 但是最终结果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在历史面前 我们看到的就是大选 美国大选之前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股价都是上涨的 因为当任政府呢 需要以此为连任的一个基础啊 一个政治基础 啊 我们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PPT啊 基本上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就是说交易上面的一些入场和出场 以及呢 我们在目前的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环境和背景下啊 尤其是政治方面啊 政府是怎么想的 政府在想之后能不能做到 如果能做到 我们就要上车 那之前我们知道澳洲房子价格涨了很多 对吧 为什么房子价格涨了多 因为地是有限的啊 这是第一是稀缺资源 第二呢啊 地跟地相关的行业人数是比较多的啊 像蓝领像建筑工人像工地啊 像设计师啊 那么这些都是像broker像银行 这个产业非常大 所以说呢 这个产业的繁荣呢 将会带动整个上下游产业 大概啊 两三百万澳人 这个人口的一个经济上 或者是财务上的一个上升啊 那么这个对经济都是好的 所以说呢 当我们去考试到这些因素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政府呢 是希望价格怎么样啊 政府是非常有能力去调控的 那么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呢 政府目前就希望啊 大家不要破产啊 还要去买房子啊 还不起房贷还要去买房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只能压低房价啊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而澳洲政府现在非常的利色啊 非常的穷啊 他不愿意给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所以我们看到澳洲的股票就是啊 涨不动 非常慢啊 跟蜗牛似的 但这个策略呢 也不能说错啊 因为澳洲目前呢 自由党执政的非常好啊 民生也非常呼声非常高 所以说呢 他没有必要去冒险 而美国是需要冒险的 他正在面临的 就是疫情导致的 本届政府的一个声望 可能会下降 那么通过股市上涨呢 很多人是开心的啊 至少如果我们在美国生活 或者做投资的话 我们今年赚的 肯定比在澳洲投资赚的多 那我们也会支持投资 因为他说了 只要他在台 那么股市就要涨 对吧 他也是这么做的 并且做到了 所以说呢 至于真正选举的一个结果 我们还不能够确定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海报啊 以及是我们的团队 现在的人数也更多了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 短期澳币做空 长期还看涨吗 短期的话 澳币可以适当的考虑做空啊 长期的话 我们将会面临的就是 因为现在美元下跌 主要是因为美国央行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说货币跟股票是一样的 要看宏观经济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看央行啊 第三看技术面 技术面现在呢 是支持非美上涨的 因为之前一直在多头强烈排 排这个上涨 那么第二点就是央行 现在呢 美国是鸽派 对吧 美国央行一直是鸽派 印钱 澳洲是鹰派 相比于美国是鹰派 因为他印钱印的太少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印钱的活动 所以说呢 对于短期来讲 我们做空长期的话 目前基本面没变化 还是看涨 但是呢 涨势啊 涨幅会小很多 澳洲200 澳洲大盘呢 今天 呃 其实澳洲呢 很多 我们看到 看一下跟美国比啊 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 黄金是没什么问题啊 大家正好打开了 看一下黄金的话 啊 但凡这个大家 就是说有自己的判断力的话 都是可以逢低买入的 这根线有点复杂啊 我先把它取消掉 那么这是黄金的四小时图形啊 然后呢 大家可以画一根年线啊 基本到这个年线 我会发现 他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啊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一这一个位置都是很强的一个支撑 这个叫支撑带 这个支撑带是怎么来的 我可以画的更明显一些啊 在我们的这个电脑软件中啊 会更清楚啊 很多朋友是靠手机做交易 那么如果资金大的话 我不建议用手机啊 比方说我们几十万的资金用手机的话就 对吧 就太儿戏了 那么如果用电脑 我们画一个非波纳切的一个图形出来 连接最高点和最低点啊 最低点在这里 对吧 然后最高点的话是在8月6号啊 大概是2070美金左右 那么最低点呢 是大概是在1860美金左右 我们把它拉过来 拉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刚刚我们强调的这个支撑带啊 对吧 就是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强支撑带 大概呢 飞波纳切的数字呢 是23.6%和38.2% 那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长线的投资 的话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建仓 那么价格呢 就是1910到1948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黄金价格的区间里面去建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建仓活动 而我们现在呢 我们第一步的指引会到哪里啊 就是大家手里有中长线 我们也有短线嘛 那么短线的指引呢 就是在61.8%啊 马上就到这根线 那么这根线呢 有没有用啊 肯定是有用的 因为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阻力 那么大概有一个整数关口啊 就是2000块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是啊 比方说我们有两手 我们可以啊 两手的仓位 我们可以先平一手啊 平50% 那么就在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离场 那么剩下的一个位置到哪里呢 就可以看到新的高点啊 就会一直上上啊 向上 因为上面就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阻力了吗 就是2060附近啊 所以说就是这样 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指标啊 来辅助我们进行一个价格上的入场点和出场点 作为参考 然后这个呢 是刚刚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家园对位置法郎 我们看到也是在短线上 都已经是实现了一个突破位突破啊 什么叫破位突破呢 我们还是啊 画两条线 正常来讲啊 这个价格呢 一直是在这个区间里面去震荡啊 这个呢 是8月27号 这个是15分钟线啊 这个图是15分钟线 区间震荡交易呢 只对这种交叉盘 我们先要看啊 就是说一定是交叉盘 什么叫交叉盘 就是没有美元啊 没有美元在两个国家呢 正经济经济比较像 像澳元对纽币 欧元对瑞士法郎 欧元对瑞士法郎 欧元对英镑啊 或者是家元对瑞士法郎 这个呢 都叫交叉盘 那么我们看到了哈 这个地方啊 第一个支撑啊 然后第二个支撑 第三个支撑啊 第四个支撑 这个是大的支撑区间 对吧 然后阻力呢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啊 然后第四个 第五个 所以呢 这个区间带呢 就非常的有效 我们这个区间带一般怎么画出来呢 是通过第一个 第二个就可以开始画了 那么上面的话啊 这是二三啊 四基本上有四个顶点啊 四个点两个顶点两个底底部 就可以画出来一条线了 那我们之后就可以做这个区间交易了啊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啊 他有小区间 如果我们像刚刚一样 我们从这个宏观上 我们已经认为 家元对瑞士法郎 这个可以买涨了 对吧 我们刚刚是判断出来 这个可以买涨了 那我们就画出来第二条线 第二条线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在这个交叉点 对吧 这是第一个啊 我给他画出来 一 这是二 对吧 那么这个是刺破了 刺破了 我们不管他 这是三啊 刺了一下 这是四 对吧 啊 然后前面两个都已经破了 这是六 七 你会发现 对于交叉盘的交易来讲的话 其实是容易的 你只需要找到啊 他的大区间和小区间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大方向啊 大方向是买涨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区间和小区间 我们也找到了啊 所以说呢 这后面的这几次啊 尤其是五六七 这三次进场点呢 就是我们需要啊 抓住的啊 这个就胜率就非常高了 那么如果是突破了 这个时候呢啊 他有两次突破失败 那么这一根线呢 我会发现比前两次强了 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止盈 而是要一直等待啊 因为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区间 对吧 大家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看一下 放大了 放大了的话 这样的话就看得非常清楚啊 就是说之前的突破呢 你看到第三根就不行了啊 就出现一根阴线啊 这里我给他描一描啊 这里就不行了 出现了很多阴线 这里呢 也出现了很多阴线 对不对 感觉上的很累 那么这里的话 就一根大阳线上来了 就是完全突破了 在技术上已经说放量 我们知道做股票都有 叫放量 其实外汇也有 就是量价其升啊 放量 然后这又是一根大阳线上来了 两根大阳线完全打破了这个区间 所以说后市呢 我们就不需要离场啊 就会继续持有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15分钟图就不够了啊 就要看更久远的图 那么一小时图啊 这一小时图也没有 那我们再看 啊 一天的图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下一个阻力啊 比如说我们指引的价格呢 就是在这里了 啊 这里 对吧 这根线又是怎么来的 我再给大家画一下 好了 这样的话大家就清楚了 啊 首先是在这一天 4月27号 这一天我描啊 描啊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阻力 对吧 然后在这里啊 这里有很强的一些阻力啊 在这震荡 然后这又一个阻力 对吧 所以他也是至少啊 三点连成一线啊 至少三个非常强的阻力 那么再加上这里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黑色的 大黑色的是250日均线 压在了这里 这个位置呢 就是0.70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们指引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啊 那么也符合我们小赚啊 小赔大赚的一个逻辑 概率上来讲 我们是有胜算的 啊 今天会说澳股吗 有很多人问这个澳洲股票啊 澳洲股票的话 就是还是 我先看一下大盘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这个也说一下吧 这个因为现在是欧洲盘开盘的时间吗 欧洲盘开盘的时间 我们也是用这个飞波纳契来画线啊 就是说大家要擅长用 我先不画这个线啊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看欧洲的呢 因为欧洲完了是美国 欧洲也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市场 这是一小时图形 啊 一小时图形 然后呢 我们看到了欧洲市场呢 他白天的时候没开盘 但是澳洲开盘啊 他已经是呈现了一个非常有区间的一个下降趋势 所以说澳洲白天跌呢 也是很正常的 这是第一个顶点 对吧 这是第二个顶点啊 就这儿 然后这是第三个顶点啊 第三个顶点非常浅非常明显 并且呢 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你下跌的速度非常快 这一根阴线就下来了 你上的话上的非常慢啊 下的话经常会刺破底下的支撑 就是很明显啊 就是说在白天的时候啊 这是四对吧 这是五 在白天的时候 澳洲盘的时候呢 其实全球股市是非常弱势的 然后呢啊 支撑这是第一个支撑 这第二支撑 这是第三支撑 然后第四支撑 第五支撑 所以这条这个区间带也非常有效 因此呢 我们认为在这儿啊 在这儿也可以做空对吧 也可以选择做空 只不过呢 因为这个这个区间带是白天形成的 是亚洲盘 是亚洲盘形成的 所以说呢 到美盘的时候啊 也就十一点半 它有可能会翻盘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区间的有效性啊 只能到晚上啊 差不多九点半 十点就不能再用了 也就是说呢 这儿我顶多再做一次空单 我就不再做了 那么等到十一点三十 美国开盘之后 它有可能会走出美盘的一个趋势 而亚洲盘呢 我们刚分析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跟 这个澳洲是一样的 澳洲大盘 澳洲今天已经跌破了 跌破了这个六千点 澳洲非常弱势啊 这个是一小时图 我们刚刚看到了欧洲盘呢 这个刚刚的这个走势啊 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缓慢下跌啊 这个澳洲就已经是加速下跌了 从这个什么时候 从25号开始啊 它就已经是没有再创出新的高点了 这个是25号 从25号开始呢 它就是越来越低啊 这个价格 然后呢 从这一天开始呢 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个 这是27号啊 就是上周五呢 它已经是产生了一定的弱势整理啊 上周四和周五的时间都在创新低啊 那么快速下跌呢 对吧 这里是一个快速下跌 所以呢 这个走势呢 就非常的不利啊 应该是有较大的资金外逃了 开始 就是说抛抛抛离整个澳洲股市了 这个呢 就是应该是有资金离场了 非常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下跌的 就是说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态势了 并且是加速下跌 有点像这个 做一个平行四边型号了 对吧 就是这是一个菱形啊 这是一个菱形的下跌 那么菱形这样的一个下跌走势之后呢 它是会上上移一下 但是碰到这些六千点啊 六千到六千零四零的这个阻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短期内澳洲股市走势非常差 那 我把这些线头删了一下 从长中线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澳洲因为印钱印的少嘛 大家就很不开心嘛 赚钱赚的不够啊 所以说现在呢 离开澳洲的资金越来越多 再加上为什么离开呢 是因为澳元贵了吗 澳元贵了 现在的话 以澳币能换多少啊 0.7对不对 能换0.74的啊 像我 对吧 我们很多人就会选择把钱 把澳币换成人民币啊 换成美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机构投资者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就澳洲政府 澳洲股票赚不着钱啊 大家看一下6000点都已经横盘多长时间了 从这一天开始啊 这是6月3号到现在股价就没变过 对吧 从6月3号开始就没变过 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对吧 澳洲市场赚不着钱 赚不着钱怎么办 机构就只能离场了 所以说呢 没有办法啊 这个现在澳洲市场就是这样 我不觉得这个澳洲市场会有较大的涨幅 现在呢 已经跌破了很多均线啊 所以不是很很妙啊 那么作为澳洲权重的这些银行股呢 股价相信也不会很好 从另一个角度来印证的话 就是说你看 大家看这个澳洲银行股又是颇为下跌了啊 又是下跌 那么未来房地产市场也也不是很看好 所以说因此呢 不建议大家现在就去囤房子啊 可以再等等 等到10月之后 11月之后 如果是澳洲银行股启动了啊 那个时候再去囤房子来得及 因为股市比房市啊 要早很多 早三个月 apt和aps apt应该是跌了啊 一直想做空 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做空了啊 但是呢 他最近已经是出现了皮态 什么叫皮态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啊 阴线已经出现了很多阴线 有点上不去了 所以说如果想空的话 其实是可以大胆空的 并且呢 已经没有在创出新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做空的话 止损是设在哪啊 就是说这一天啊 这是最高点 大概95块钱 那我们止损就可以设95啊 如果是做空的话 那只应设在什么位置呢啊 这个蓝线大概是在77块钱 开始 然后到70 所以呢 止盈设在70到77之间都可以 如果是连77都破了 那基本上就要到下一个位置了 就是到55了 所以说呢 止损和止盈比较好设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价格选择入畅点 这个是可以考虑空一下的 还有什么 还有APX APX是可以逢低买入的 但是现在34 逢低买入的话 我们是希望价格越低越低越好嘛 那我们就希望在什么价格买入啊 就是在31块钱左右的时候去买入是最好的 因为它现在已经跌破了嘛 所以我们刚刚讲afterpay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旦线上它有跌破这个蓝色线的趋势呢 它就会往下继续探嘛 对吧 这几天是没有任何支撑的 所以呢 在31块钱左右买入是比较合适的 那有人让我再做空一次 afterpay Kogan的话 Kogan是 Kogan是澳洲电商的一个传奇啊 我们看了Kogan啊 也可以看这个 Ebay啊 亚马逊呢 其实走势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呢 大家也看一下 Kogan很强 很强势 但是Kogan上面有假货 我觉得 那么它从4块多涨到21块钱 它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惊奇的啊 这个是国际资本啊 因为澳洲人没有那么聪明 我们看一下Ebay好了 这个是Kogan的图啊 大家记住 然后再看一下Ebay的图啊 其实走势都是一样的啊 都涨了很多倍 对吧 也是 这一倍也是两倍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亚马逊 亚马逊几日不见已经3400了 怎么回事 上一次见的时候还是1000多啊 上一次还是1500 现在已经3400了 所以说呢 不是Kogan怎么样怎么样多好 而是国际资本对于电商的一个追追逐啊 我记得之前有一节网课和一次啊 有至少一次网课到两次吧 我记得是专门讲了电商 包括讲了阿里巴巴 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买入阿里巴巴啊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它是中概股嘛 所以不喜欢啊 但没关系 我们去买这个其他的也行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285块钱了 之前的话 大概是200块钱左右啊 都比澳洲其他股票好 所以说电商的这个呃 对于实体经济被冲击之后啊 还是一个非常值得资本青睐的一个市场 并且呢 它是无国界 跨国界啊 那么传统线下零售的话 只能做这个局域地区啊 局部地区 并且成本很高 但是呢 线上电商就没有这个顾虑 并且啊 将电商平台高利润的产品自己来做啊 所以说呢 它的利润率会显得更高 那么今天就讲这么多啊 接近9点了 刚刚好啊 A2和FMJ的话就不给大家说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明天晚上的话啊 是周三啊 是我们两位美女同事给大家做直播 时间的是晚上6点啊 所以说大家注意时间是6点 因为现在有lockdown啊 禁令8点之前必须回家 所以我们6点开始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呃 YouTube啊 优优管或者是通过微信直接观看啊 如果不知道怎么观看的朋友呢 可以问小助手啊 或者是问我们的同事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啊 祝大家晚安 再见